金牌魚一、艾葉一條根、強腰塞、散寒濕、解勞淚、萬寧獨賣 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我是天晴 以下是取材至新唐人精英論壇發表在《大紀元新聞網》的節目內容 中共領導人最近推出了新三養和新質、新產力 這個概念對於普通人來說是比較抽象的 但現在終於有一個具體的東西上路了,而且是真的上到了城市的道路上 就是羅伯快跑 羅伯快跑號稱是世界第一間由AIC機駕駛的出租車公司 大家都很好奇這些AIC機的表現是怎樣的呢? 是否會造成什麼的問題? 以及這種在城市街道上的嘗試是否會帶來風險? 獨立電視製片人李軍表示,羅伯快跑從2021年開始正式營運 最早是在北京進行商業化試點 但它並不是一個純粹商業的行為 是在政府相關部門的指導安排之下起步的 國內無人駕駛汽車服務 不僅應用於出租車,還有快遞服務等 截至目前已經在廣州、上海、武漢、重慶、深圳等20個城市開始試點 國內叫作《車路雲一體化》的應用試點城市 其中武漢是推廣羅伯快跑力最大的城市 目前試點對車輛的營運時間和服務範圍都有比較嚴格的限制 必須在一定的區域內行駛,不可以到處跑的 比如北京只允許在液裝開發區 方圓60平方公里內投入近100輛自動駕駛車進行商業化的營運 李軍表示,現在羅伯快跑要解決的技術問題是比較多的 在快遞服務中有卡殼的、有翻車的、甚至撞人之後逃跑的 快遞到了之後,人還沒有拿到貨,車就開跑了 而載人的蘿蔔快車也有未到達目的地就停下來 乘客只好自己走完乘客的路 還有些停在路上就不動了,造成了交通堵塞、車禍等等 工智能專家傑森博士表示 目前,世界上好像中國那麼大範圍 投放1,800輛的蘿蔔快跑的情況是比較少見 因為習近平要推行新則、新產力 一切都順著他的指引方向走 中共在這方面的立法是比別的國家稍微往前走一步 在中共的立法中,還有一個規定 就是在外面運行的蘿蔔快跑車 一定得有人可以遠程地控制它 比如開出去三輛車,背後就有一個人看著這三輛車 觀察車的狀態 比如當車卡在困難路段的時候 程序不知道該怎麼做了 遠程控制員可以通過5G網絡 以及各種雷達等 提清車輪周邊的情況 然後遠程操控方向盤 將車從困境中開出來 傑森說,中國的蘿蔔快跑技術出來之後 外界褒貶不一 中共官方輿論都是正面的 主流媒體也是推這個事宜 但同時互聯網上也有些負面的評論 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反差 就是說它對於現在的 比如跑出租、跑滴滴或者跑外賣 這一群社會底層勞動人員的工作 造成了衝擊 美國會持續關注這個問題 但是中共認為這個事宜是一個次要的因素 所以中國蘿蔔快跑能夠成為全世界第一個 在城市大面積運行的一個公司 一方面它的技術是達到了比較先進的水準 但是更多的是 在中國目前政治大環境之下 它相應的法律、輿論、指導 以及各方面的因素 是當局讓這個事造成了 也就是說 技術因素加上習近平的政治導向 最後才促成了這件事情 傑森表示 在中國國內 很多時候都看不見出事的數據的 包括了具體出事的情況、嚴重程度 或者以前測試的情況等 因為中國必須要符合習近平思想 當局就會允許社會付出代價 這個時候 就這樣大膽地往前走 但美國不存在這個問題 兩個國家對於錯誤的容忍線是不一樣的 有社會原因也有對生命尊重的原因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國軍表示 一個突破性新技術的出現 帶來的最大問題 通常不是技術的問題 而是經濟問題 最後就變成一個政治問題 所以 現在在全世界各國政府 都將電動車作為政治問題來解決 人工智慧的自動駕駛 現在的障礙恐怕並不是技術 而是經濟 最近二三百年 世界最大的技術突破 通常都是在軍事領域 包括了核技術、互聯網、衛星等等 都是先在軍事領域出現 然後再擴展到民用的領域 在美國 全自動駕駛的車輛的大規模推進 遇到了兩個問題 其實都算是經濟問題 第一個 就是如果出現交通意外 是車輛擁有人的責任 還是製造商的責任 怎樣去判定 怎樣去劃分這個法律責任 如果是製造商的責任 一旦事故出現 被消費者告上法庭 可能要面臨天亮的賠償 郭君表示 羅伯快跑在中國直接上路 不只是出租車的問題 出租車司機在中國只有幾百萬 中國還有兩三千萬的送貨小哥 AI技術車輛取代了送貨小哥 影響的是幾千萬人的工作 就是幾千萬個家庭 很多專家都說 技術的進步是不可能阻擋的 因為舊的工作未有 新的技術會帶來新的工作機會 理論上是這樣的 國君認為中共號稱是社會主義 其實是權貴資本主義 是資本主義中最惡劣的一種 所以新技術對中國未來經濟的衝擊 會是更加的強烈 人類過去幾百年的發展 大家都關注技術的突破 但所有的技術突破 其實都伴隨著社會體制的調整 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 如果未有社會體制的變化 只是技術的調整 結果一定是崩潰的 所以未來的競爭 不僅是技術競爭 更是社會制度的競爭 是人類基本價值觀的競爭 傑森表示 人類正在被推著 往人工智慧方向走 然而人類不光是滿足吃喝 人類有夢想、有創新、有希望 才能激動人幸福地往前走 所以未來的人類 在他們這樣的願景下 都是很危險的 如何能保證AI技術 不會徹底地改變人的生活方式 使人不會徹底地失去了 對於自己的未來 還有在事業等各方面追求的機會 是現在擺在人類面前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大家那麼 拜拜